嘿嘿嘿嘿 3月23號凌晨2點 審判日要來了 通膨繼續的 老丈 升息要繼續下去 可是這麼多銀行都連款報 當然不能繼續升息啊 真的耶 3月23號凌晨2點 全球股市 多空審判日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掛保證 美國銀行 倒不了 NVIDIA 點股成金 台股重現10千金 雲端車友IC設計 全噴出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嗚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展成郭忠 嘿來看一下 323喔 全球股市多空審判日 323什麼時候 3月23號 明天嘛 凌晨2點嘛對不對 對 夜輪掛保證 美國銀行股 倒不了 真的 我要遮住這個字 我已經嚇到 美國銀行股倒 倒了完了 好恐怖 倒不了 好不好 好 NVIDIA 點股成金 台股重現 10千金 哪10千金 還有雲端車友IC設計全噴出啦 到底是什麼 對啊 我們今天來請教三位分音師 哇今天台灣股市真的很好啊 哇賺那麼多點啦 哇 我們今天要吃 來來來 吃什麼 KINGBA 為什麼叫KINGBA KINGBA是什麼意思 這間店叫金波 金波金波的韓文叫KINGBA 金波跟股票 跟今天有什麼梗 10千斤啊 然後剝一下 我一點話嘛 好爛喔 真的嗎 真的啊 我沒有印象 為什麼啦 他是剝的 幹嘛10把 金 金波 金波跟10千金什麼關係 10千金啊 金喔 嗯 喔 原來如此喔 好爛的格喔 很爛嗎 有個金就對了是不是 但重點是這間店好吃啊 還好 我去還好 我去飯還好 看誰好吃 泡菜好吃喔 最好吃是泡菜 對 對不對 你也覺得好對不對 超香 泡菜 超香 泡菜好吃 泡菜好吃 泡菜是韓國人的那個精髓耶 所以代表說 可是泡菜不能吃太多 我要講一下 泡菜那個吃太多 那個韓國人胃癌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胃癌喔 吃太多醃漬物了 所以我什麼東西都是過癌 過與不齊都不好 好 不是 還是吃一下 因為沒有每天吃泡菜 那每天在家裡都做泡菜 是啊 好不好 那我們節目有個好處什麼 我們沒有業配 我們不需要做業配 沒錯 啾啾啾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也沒什麼股票的業配 對 ETF也沒有 也沒有業配 而且我們製作團隊 我們大家都會統整 沒有什麼很小型的股票 給你出貨的也沒有 我們只有男生女生配 喔 好 這好冷 我們講嚴肅的 然後為什麼 我們也沒有什麼基金業配 通通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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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所以我們節目為什麼點閱 都越來越高 我們就是 說實在話 好不好吃 還好 你覺得好吃 我覺得好吃 哈囉 我們就超過什麼東西啊 好 歡迎 合肌頂分析師 老師好 大家好 我是GD老師 這個話我覺得這炸雞還不錯 炸雞不錯 飯你覺得還好對不對 飯農我覺得還好 自然跟我們一樣啊 那講到金包我都會講到 金包銀欸 可是那個飯啦 加泡菜蠻好吃的 試看看 OK 泡菜加飯喔 喔 對 我剛剛有吃過泡菜跟飯 我覺得是不錯啦 但 金包我真的會講到金包銀啦 但是台股有沒有那麼悲觀啊 白人會死命啊 根本就 沒有那麼悲觀嘛 你如果是覺得台股現在還是金包銀的話 就是一定沒有看我們的節目 看著我們節目就知道台股根本就是大好行情啦 那行情有多好 等一下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你說看什麼金包銀 我是金城武 你沒認真就好嗎 我本來想唱一段 我想說你會阻止我 白人的信命是空間隔包銀 我會信命不拆錢 這聽起來台股很慘 命就是好事耶 對啊 第二位來也是帥哥分析師 中坤真分析師 來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我覺得說目前台股算是說 最後的情況已經過了啦 那我個人也是蠻喜歡吃韓式料理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我不太吃辣 所以每次吃韓式料理就有點尷尬 不對吧 你每次看到人說 你好辣 你就喜歡辣的啊 沒有啦 開玩笑的 那人不是食物 那人喔 你真的不吃辣喔 我不愛吃辣 我年輕的時候還蠻喜歡吃辣的 雖然吃辣的胃都不太好 這好不好吃 老師你覺得好不好吃 我覺得蠻好吃的啊 老師他有認真 我剛才說你怎麼維持身材的 他說我開玩笑 錄影前我都不吃東西的 好不好 所以他都晚餐才吃東西 對 吃一餐 好認真分析師喔 所以這老師 昆臻老師的那個 Line 小鼠 We 178 我們一起巴啦 好不好 另外一個是 號稱金城武 跟金城武 什麼跟系統沒有的何基地老師 小鼠 GD 1788 1788 為什麼GD G頂喔 對啊 G頂 好 G頂 沒問題 第三位 陳維泰老師妳好 主持好 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剛剛坐在位置上啊 這個泡菜本來是蓋起來的 是 後來它突然彈開來 我就聞到那個泡菜的味道 所以我知道這泡菜一定非常非常的好吃 那果然那個泡菜配了這個飯之後 完全把那個飯的那個角色把它搶掉了 所以我們這次泡菜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吃飯就好了 吃飯就好了 老師妳有沒有什麼時候想要做那美食節目的那個主持人 感覺妳很喜歡 妳是不是很喜歡價值的時候去吃一支美食啊 我覺得現在因為物價上漲了 我現在變得比較多的時間在家裡面自己煮 你有這麼省喔 自己煮 因為變貴了喔 不一樣耶 你看我們 現在在台灣產的那個雞腿牌 雞腿牌大概一塊 生的大概都要八九十塊 真的啊 我現在醫生那個 考樂店老闆才說 妳知不知道我那雞腿牌 光材料就一百塊了 對啊 可是妳去Costco買那個嫩尖牛排 大概一份大概是六片到七片 然後大概是七百五十塊 換句話說牛排這麼厚的牛排 它一塊大概手長那麼大 大概就只一百五十塊 奇怪 妳買的 我買Costco妳買的都買一兩千的耶 我選比較貴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看妳們那個銷的 因為我還在練習階段 不想買那麼貴的那個食材 所以OK啦 可是它Costco也有便宜的牛肉 可是它不能便宜的或貴的 其實是妳喜歡吃什麼 像我 有些人說菲利的 我喜歡菲利的 菲利的比較貴嘛是不是 然後紐約克比較便宜 可是我就喜歡吃吃紐約克 我覺得紐約克好好吃喔 可以啊 妳叫我吃菲利的反正太軟了 我都不喜歡吃了 就買回家自己一間 其實CP值蠻高的 台灣現在有點小小悲哀 悲哀是說有點像美國一樣的 為什麼 美國人他們都是一樣 自己煮的 不吃外食啦 都自己煮 因為比較省錢啦 就是為什麼 因為省錢 因為真的不是省錢 我覺得不是沒有錢 就像韋太老師一樣 是覺得 這個CP值差那麼多 不如我自己回家煮煮飯的 比較有那種感覺 對 對不對 所以現在你看外食真的好貴 怎麼辦 說外食貴 你要選外食在家裡做 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 標股選起來 就都不用擔心了 對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請記定老師 教授我每次看到你都覺得膝蓋怎麼樣 喔 膝蓋好很多 我最近都跑步都跑了四幾K 這在哪 我們很努力 你要謝謝我 我現在打玻尿酸跟PRP 對啊 打了玻尿酸加PRP 還加什麼物理治療 還有什麼國術管給人家喬痛 那個都沒有用 那個沒用 真的喔 我自己還有練健身 最有用的應該還是P 應該還是那個玻尿酸 臀肌啊 臀肌是不是 針對 趕快起來 針對 一 應該沒有二吧 二 還有三啊 還有四啊 你看我們很多很標準 在這邊我們在練深蹲對不對 喔 好累 我現在想說節目真的要來 真的要比下去就對了 好好好 我做二十個給你看 好 來 沒有我剛剛先講假的 等一下我在台後坐 哈哈 好啦 我們看一下最近來講 這做人笑得很開心欸 他看我們兩個做深蹲他很開心欸 真的欸 好 今天晚上 首領不一樣 就喜歡看我們這些 猛男做深蹲好不好 來 今天晚上就是過十二點之後就是明天了嘛 明天的凌晨兩點就要公布就是到底要升息幾碼 還是不升息 那最近大家很擔心說銀行倒閉了怎麼辦 欸你會發現啊 利空反而是利多欸 為什麼因為現在銀行就是等你你如果不救的話我就倒給你看我就死給你看嘛 難道你要等到血流成河撕痕片也在救我們嗎 不會嘛 所以你要看升息的幅度開始慢慢慢慢的降低好像就是說不會升息了嘛 所以我們看一下現在後續的狀況到底是怎樣 美國拆彈到底拆完了沒 我想這次如果再大幅度的升息的話我覺得他是拆不完的 因為你看他這次其實做了很多的動作就就第一銀行這件事情 那從一開始3月12號啊就說那個美國的保險公司嘛保險銀行公司嘛對不對 FDA已經進出了 禁止他們電費交易 美國存款保險公司 就是說你這家公司如果你有你是他的會員吧 就是到時候出事了以後會有一定的存款額度會保佔你 有點像我們台灣的那個中央存保局啊 就是保障你300萬每一家銀行 所以如果你現在有這種事件發生太多的話 你可以國貸金存300萬 富邦金存300萬 每一家銀行都300萬 你就不會擔心銀行倒的問題了 好 那就是這樣 這是FRC嘛 我們那時候講的這個問題嘛 對 第一共和銀行 反正是SVB嘛 現在被SRC也有問題來 對 好 再來呢 聯準會看到這個問題啊 因為SVB倒了以後 他就知道第一銀行有問題 第一共和銀行有問題 所以他就直接啊 就開始就說啊 我們要跟聯準會啊 還有摩根大東銀行直接就注資進去 就是接管的意思啊 注資的多少 700億啊 你看一直拆單一直拆單 注資的700億夠不夠 還不夠 還有11家銀行 因為你想想看啊 為什麼這11家銀行要聯合注資300億 因為你這邊找了大家市場 對你銀行沒有信心的話 那大家都去擠兌 大家都去擠兌的話 那每一家銀行都可能會 有同樣的狀況發生啊 因為銀行真的會很怕擠兌 如果大家都去擠兌的話 銀行都沒錢了嘛 所以11家銀行就直接聯合注資 又注了300億 300億之後 發現這危機解除了還沒欸 標普這時候又給你揣一腳 標普銀行這時候下調他們的那個債券的平等 從BBB加連降三級到B加 那現在呢 3月20號又傳出摩根大通銀行的執行長戴萌啊 我問一下老師 BB加就是垃圾了喔 已經垃圾級了喔 還可以再降嗎 連三降降至B加 就是他 對他可以再降啊 已經垃圾等級了再降了對不對 還可以再降 對 還可以再降 就是AT1債券嘛 大家越降越低 就是等級越來越低就沒有保障 對啊 好 那我們看到現在其實還是有一些問題啊 你這只是平等啦 不一定沒有保障 只是平等越低的時候 大家又不敢買啦 風險高啦 對 他只是跟你講說他風險高 降頻就是說你買這個債券可以喔 但風險比較高你自己要小心 那會不會報 不知道不一定 在美國現在財政部長的那個葉倫啊也講說啊 因為現在美國銀行大家很擔心很怕銀行去 大家都去擠兌 那真的大家都去擠兌的話 真的就有問題 所以 葉倫就直接說啊 如果說超過25萬以上的美元 現在他也要提供保證了 也就是說你現在銀行啊 存錢如果只有超過25萬的美元 那你也不用擔心你在銀行的錢 所有存款的錢 你都可以拿得到 你不用擔心不要去擠兌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這些錢是哪裡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是葉倫就是掛保證說 就是他一定會介入這些中小銀行的 就是生計啊 就是說一定會維持他們的生計 一定沒問題是不是 對啊 主要就是擔心大家不斷的擠兌啦 是不是 那他也說就是透過什麼方式 透過定期融資還有貼線窗口的方式 來提供銀行充足的流動性 就是充足的資金啊 那這些資金 是哪裡來的 就是用外匯穩定的調節基金而來的 就有點類似比如說美元大幅的貶值的時候 他經常去買美元去互盤的意思啦 那他就是用這塊的基金呢去 去幫助美國的銀行去度過這個難關啊 就像台灣啦 台灣其實央行 外匯也賺幾千億啊 一年 對 對就是用 低買高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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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講好聽啊 這不是納稅 這不是納稅的那個 納稅錢啊 可其實是一樣啊 其實 為什麼是一樣 啊你這邊 你這些錢你挪過去了 我是 其他人給他多繳一點稅 等我賺錢嘛 我賺了錢就不是你繳的稅了啊 這個還是一樣 都政府的錢怎麼不是 我只用政府另外一塊啊 不是你繳的錢 那如果你政府這一塊本來是收入的 變減少 我這邊不知道給你多抽一點稅 好啦 可是重點是他說一定會介入這些銀行的 就是如果有問題的話一定會介入 一定會保證這些安全嘛 所以第一個 有些沒有存款保險的 他可能有些美國官員說 沒有存款保險他會把它納入存款保險 對 然後 而且存款保險25萬可能會再提高 對 甚至提高更高35萬以上 對不對 可是那更高高全部都 保證 他就是要你說不要來提款不要來擠兌的意思 因為任何一家銀行都經不了其隊 對啊 任何一家 好不好 所以這個消息公布要怎麼辦 馬上 美國區域性的銀行是全面大漲 那第一共和直接大漲了29% 就是我們說的鎮壓嘛 我們上禮拜五 我們節目很精彩喔 上禮拜五直接跟你講 第一共和銀行啊什麼 阿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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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西部銀行 講得我翻白眼 唸起來都很難 也漲14%嘛 所以你看 美國的區域銀行 全面性的上漲 所以就帶動美股啊 就跟著向上 老師我問你簡單問一次 危機你也剪除了嗎 危機喔 我覺得危機是慢慢的解除了 對 好我們看喔 明天的話 像瑞士啊 瑞士銀行啊 說要升息兩碼嘛 英國呢也有可能會 會升息一碼的機率是60% 那FED就是 今天 凌晨 就是明天凌晨啊 預期升息一碼 預期是升息一碼 那台灣呢 應該是不太會升 因為過去來講 美國連續升息三碼 三碼三碼三碼 台灣都是半碼半碼升了 那這次呢 他有可能會 楊總裁就是楊半碼 對 斑碼 我們還記得我們不利在上 斑碼斑碼 對啊 後來很多PDD的網友也都翻上 斑碼斑碼 理論上看起來就是不太會升了 好那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英國瑞士啊 我認為他們都是以FED 就是美國聯準會 馬首試占 如果美國都不太升的話 美國如果暫停升息 我覺得英國跟瑞士也可能會就這樣 就暫停就結束了 我不知道FED升息一碼 台灣會不會暫停升息 可是我可以確定 如果FED不升息 台灣是不可能升息的 對啊 好不好 所以監管上 應該是凌晨了 老師 2月的美國零售數據 就是有明顯的降下來了 但是呢 為了要遏止銀行倒閉潮 那這樣子升200碼機率就看起來是比較 少的 但是 能夠防止未來不再升息的擔憂嗎 我覺得未來啊 因為在整個來講 美國升息最主要就是為了控制通膨 所以通膨如果還沒有正式的一直 向下滑到 比如說到 它的目標 2 的時候啊 我認為 隨時都還是有可能會升息的 那只是因為最近的銀行的危機 真的太嚴重了 才有機會造成什麼 就是美國聯準會現在可能會暫停升息這個情況 那目前來講如果暫停升息之後 未來如果通膨數字還是繼續向上的話 那美國就有可能會繼續升息喔 但是 但是從目前的那個PPI來看啊 PPI就是生產者物價指數 生產者物價指數已經大幅度的向下滑了 那我們都知道其實生產者物價指數是最上游的嘛 比如說我們用便當店來做舉例好了 之前便當店啊 之前我們還可以買到100塊的便當 那其實上游啊 他的什麼油啊 肌肉啊 什麼價格其實都在漲了 那只是因為 便當店擔心下跑客戶 所以他暫時不漲價 那真的啊 上游 就是生產者 便當店他的物價一直漲 漲到他受不了 他最後 還是得漲價 CPI嘛 消費者物價指數嘛 那他漲價之後就是我們看到的便當價格 現在很少100塊以下 都是120 130 140 那現在他已經漲過了 那便當店他的本身的物價就是他 買 買原物料的價格都開始向下滑了 他沒有理由繼續 把他的便當價格再往上調嘛 已經漲過了 所以我覺得整體的物價會慢慢的往下滑 不管是升息多少 不管就是這一次即使是不升息 我認為物價也是會持續的向下 向下走的所以我認為 長期來看啊 遲早會由 由就是由 就是不升息轉成降息的 我覺得這個機率是蠻高的 那我們看到Failer Watch的部分 那Failer Watch之前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 上個月 那個鮑爾還出來講都講說很 加快升息腳步 加快升息的腳步 那時候 升息兩碼的機率還有高達8成啊 在這一兩天啊 應該這一兩週啊 銀行爆炸以後啊 就開始什麼升息一碼的機率比較高 之前都升息兩碼啦 對 你跟賭升息兩碼 那甚至這 這期間啊 還有一度就是不升息的機率跟升息一碼的機率是55% 所以不要看說 現在升息一碼的機率是89% 還不一定 我認為是55% 因為這都是一個統計數據而已 我認為今天晚上啊 升息一碼跟 不升息的機率是最高 都有可能啦 你不要覺得 因為現在講到同時 我剛才手機看一下 現在大概變13%了啦 對 隨時在變嘛 隨時在變 因為他一直在變嘛 我跟你講今天晚上又有哪家贏啊 又是要倒了 什麼德贏啊 我告訴你 馬上變40% 我跟你講 你在升我就死給你看 你在升我覺得你 廢的加班加不完 我跟你講 沒關係要是一起死啊 你美國錢很多嘛 你再拿個幾千億出來 你那個第一共和都拿一千億出來 我再倒個幾家看你要拿幾千億出來 對啊 好不好 是不是要不要升的啦 真的啦 對啊 好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可是老師 問題是不要升市到股市要噴出去 不要升股市肯定噴的啊 不要升來看一下 先暫不升息啦 好現在就是兩種狀況嘛 第一個應該就是 升息一馬 第二個就是 暫時不升 先暫不升息啦 暫時不升息的話 我覺得 美股全球股市就會再噴一波 因為大家就是超乎市場預期版 就覺得 你會升息一馬 甚至升息兩馬 結果現在是不升息 不升息告訴你一件事情 以後只要出市怎麼樣 找FED 找FED 出市FED就會 就會放水 就會放水 QEQ給你無限的 那應該 股市 股市又繼續噴了嘛 所以呢 如果不升息的話 我認為股市確實 蠻有機會 就直接噴上去突破萬六之後 挑戰 16500點 就算16500了 關卡 就像車子著火 應該先停車救火 不要繼續開車了 對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升息一馬呢 升息一馬就看兩種狀況嘛 你說 你說他的那個利益劫策文是不是 對啊 他會怎麼講 升息一馬的話 有的時候你升息一馬 升得心不甘情不願 你心裡很想升兩馬 那是你心不甘情不願 只好升一馬 他如果說什麼老師 然後他如果說什麼啊 那通膨還是高檔 升息是不能停的 我這次只是暫時升一馬 我未來還要升一馬 兩馬三馬 都繼續升下去 那 可能股市會先下 後上的機率會比較高 一萬五 老師好不容易堅持那麼多 那如果他升息一馬之後什麼 觀察後續的狀況 然後看銀行的一些或經濟數據 來再 決定後續到底升息幾馬的話 我認為應該也是向上 慢慢的震盪挑戰16000點 所以不管怎樣我認為 這個是先下後上 這個是震盪走高 這個是大噴 不管怎樣我認為都對多方是有利的 對多方是有利的 坤森老師你認同他講法嗎 他的意思就是 噴 小噴 大噴 其實我蠻認同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另外一個角度下去做 觀察的話 其實 在 因為說這件事 聯準會 就是FED 他一定會 盡全力的去阻止這件事發生 因為 我們如果從另外一個面向就是 政治面向來看的話 因為明年要總統大選 所以他在這個時間點 不可能讓整個金融環境 惡化的太誇張 因為當時在2008年 其實就是因為 當時執政黨的小布希 那小布希就是因為把整個 雷板兄弟搞砸了 那結果就是 慘敗嘛 那我覺得說有這樣的前車之鑑 這一次 他一定不會 太激進的升息 對 就是說要升 也等到整個風波過了再去升 你這樣講沒錯 如果我是拜登 我順便要暗示他 對啊 銀行業在搞人這樣子 你確定你這個 升息腳步太快會不會害到他們 對啊 他不要升那麼快 其實 SVB說不定不會倒閉啊 對啊 他倒閉是幾天的事情而已啊 是不是馬上就倒閉了 只是危機傳出來又馬上倒閉了 所以很恐怖啊 而且我真心的認為啊 你現在為了升息那一碼兩碼 就到時候銀行都倒掉 你要花更多的錢去救 那你 收那一點點錢沒意思嘛 你到時候要放更多的錢出去救 那我認為應該就是不升的機率會比較高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行情啊 來 那好行情的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台股表現 真的是全球最強 我真的不開課位 你會發現全球股市都大幅度的下跌的時候 包含了韓國啊 包含日本 其實 台股就小小的跌下去 修正一下 連季線摸都不摸一下 就直接又繼續向上了 有沒有 那我們看到前波的一個跳空缺口就是過年農曆新春開紅盤這個缺口 目前來講呢 守得非常穩 這個跳空缺口我們之前跟大家敘述過 是頭肩底形態的向上跳空缺口 老師讓我有一點時間 那個製作人你可以不要畫那麼歪嗎 那個好多次了你可以直接一條線好不好 不是有那種可以設計 可以不要畫嗎 這個不行喔 這沒辦法PDF檔 他每次畫歪了 老師影響了我們的節奏我們看一下判不下去了 我給他直的 應該直的 這樣有直啊 有有 好好好 所以你看連摸都不摸一下 跳下來之後就持續的向上 持續的走高 老師你說這邊季線沒有碰到嗎 連碰都沒碰到啊 頸線有跌破 馬上隔天拉上去 對啊 這算正式跌破 這不就是假跌破嗎 這假跌破嗎 維太老師 感覺你吃一吃你現在突然有點暈了對不對 對啊 吃太飽了 不是我覺得今天喔 這個中藏很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他連最上面的第一個突破的空方缺口 都幾乎要回補了 哪一個第一個南邊 喔這邊喔 在15879那個下來的兩根黑黑的第一個突破缺口 幾乎都要去做回補了 老師算不專業 老師真的很專業啊 維太老師在問他問題前的時候 問他問題的時候他這樣 欸老師 阿專心高 馬上 剛剛吃了個消化 你看他畫面 大家這樣很開心 剛剛吃完有消化 我本來想說要問他問題 你很厲害耶 你這個專業就不一樣耶 咪咪眼是因為他比較遠 我要看得比較清楚 喔那不好意思是我們製作單位的問題 咪咪 他承認咪咪眼可是不承認是睡覺 好不好 我問什麼問題馬上問不倒他 這邊確託馬上請就馬上回補啦 好厲害喔 呀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 聯準會還沒有確定到底是不升息 還是生意嘛 我們直接股市就直接向上衝了 那就代表說市場也認同說這一次FED 幾乎就是說不太會升息了嗎 對啊 所以我就直接向上挑戰新高 而且你再從籌碼面來看 外資也是大買超啊 好為什麼看一下 前幾天 外資在賣的時候 大家很擔心 你看現在不是又買回來了嗎 買了262億 那你不要說光是現貨的部分 還有期貨的部分 也是增加超級多的 感覺這一波外資很怕 措施什麼台股行情 對啊 那直接就一路 就直接回補 從9000多口 一路變成17738口 多單 你還用擔心嗎 不管從籌碼面 技術面 消息面都偏多了 所以我認為 這一波是大行情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不要措施 前幾天 就是FEB FVB 還有第一共和這些倒閉的利空 你看到不跌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要進場買股票 這是SVB SVB 對啊 你剛才講FVB FVB喔 我講錯了嗎 SVB 沒關係 那時候我會講A講B 我也會這樣子 那期貨這邊多7000多口 多耶 對啊 昆仁老師我想問一下 這個期貨多那麼多口 還是你說上位指數今天也蠻強的 你怎麼看法 你覺得這個展真的假的 還是說 其實這個接下來就是會噴 稍微指數看一下 對因為說我覺得說以 剛剛這個 GD老師所提到的就是因為 現在目前其實不論說任何的法人機構 那對於聯準會的升息預期 都是比較樂觀的 所以要嘛就升一買 要嘛就不升 那其實這一大部分的層面就是建立在有關政治面上面 所以當然大家會擔心說 萬一說這個時間點沒有進去 然後萬一明天過後 真的說大噴出怎麼辦 對所以才會出現說 對現貨大買結果期貨也大買 算是蠻少見的狀況 對那這就是好事 好這就是好事 好事希望能發生好不好 好事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事是會發生的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最近來講 你如果還認為這樣子技術型他跟你解下來 你還是沒有信心 你發現喔 千金股越來越多了 今天又多了一家千金 他叫做微影 他重返千金的行列了 昨天開高稍微震盪一下 今天繼續向上直接噴漲停 今天又多一間了 那未來會不會有更多更多的千金 我認為行情這麼好 那當然是必定的啊 那千金越來越多會代表說行情非常好 你就千萬不要再悲觀下去 那千金股你可不可以不要介紹一千塊股票 或者999元 然後你跟我說接下來一千塊 這廢話我也知道啊 老師你可不可以離比較遠 千金比較遠有機會變千金 有啊我們今天只是做個舉例說 你看微影都直接向上突破 再成為千金了 那有沒有其他股票 而且比較便宜一點好不好 對比較便宜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檔的部分 下一檔就是Rating Rating的話比較便宜了吧 有有有有 所以還是很貴 還是很貴啊 稍微便宜一點 四百多塊可以介紹 四百多塊嘛 四百多塊說不定他三個月四個月後 也有機會成為千金啊 有啊馬上重播兩次 問你好不好 創意都從三百塊一路漲到千金嘛 對不對 三四倍 那Rating的部分他做什麼 他友達旗下 他做顯示器的驅動IC 就是友達旗下驅動IC廠 那現在呢你又發現 驅動IC廠不是都沒什麼賺錢 你現在不賺錢不代表未來不賺錢啊 股票看的是未來嘛 因為你現在大尺寸的面板就是電視啊 驅化庫程驅化的差不多了 已經到達終點了 那再來呢他也就是慢慢佈局到什麼車用領域 公控領域啊 那他去年是賺了51塊耶 那如果你現在去看他 有些公司都快變虧錢了 對啊他現在本益比只有8.7倍 殖利率還有9%耶 高殖利率概念股難道你能不去注意他嗎 這不景氣旋王股現在已經到頂端了 那現在景氣我認為是剛從底部開始向上揚 你看去年電子類股多慘啊 去年幾乎很少人在講電子類股 現在今年來講電子類股都全面向上 你看美國也是這樣子的 好我們看到對齁 台灣股數那麼強就是因為廢辦指數特別強 對啊廢辦指數特別強 廢辦跟納斯達克 對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如果說從技術面來看一樣 他跌下來之後這條是月線 月線跌破之後 沒幾天馬上就收回來 這邊形成一個假跌破 假跌破之後呢 就持續的向上突破前波高點 今天有量有價突破向上 那我認為短線上來講 還蠻有機會持續的向上再創新高 就是希望他變前景股好不好 446塊 那400塊還覺得太貴的話 我們再介紹一下 300塊還是太貴 300塊勉強 好300塊勉強是不是 好 好那勉強的給你啦 那勵志的部分呢 我說勉強覺得不會太貴 勵強 股價我股價會再噴出去 我不知道 那我也請你勉勉強強的收下他吧 好不好 好 勵志的部分他做電源管理IC 他就用用在什麼 顯示卡跟高速運算 來這邊你看到顯示卡跟高速運算 你心裡就要有一個敏銳度囉 有什麼敏銳度 因為現在美國最夯的股票是哪一支 NVIDIA NVIDIA為什麼那麼夯 就是從 CHAT GPT 橫空問世之後啊 他就是大家都在談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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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的大未來 大家都說 AI最受惠的是哪一家公司 就是NVIDIA 那NVIDIA是做什麼的 高速運算 顯示卡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勵志有機會受惠 那就跟著資金的行情就持續的向上 而且你想想看 CHAT GDP CHAT GPT 還蠻難念的 他也是做什麼 在伺服器端的服務 你要把你的問題丟到伺服器端 他跑出運算之後 他再跟你講答案對不對 所以 人工智慧會帶動伺服器跟資料中心的需求提高 那剛好都是勵志的強項 所以我們看到股價的部分 底部有沒有 一波比一波月墊越高 而且這一波一樣 跌破了月線之後 立刻向上 其實這一根就是一個 絕佳最好的買點第一根 那再來我們看到這一天有一個上影線 那今天的收盤價收在這個上影線的附近 那就代表說壓力已經完結掉了 而且今天還沒有量能爆大量 還沒有爆大量後續還有機會 就是持續的帶動在向上 因為籌碼還沒亂掉 所以我覺得這張股票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希望勵志能變一千塊好不好 很勵志的故事吧 我又帶你去大一勵志吃飯好不好 他變成一千塊就是一個勵志的故事啦 好好好 大一勵志好不好 這個飯店好不好 好冷喔 對不起 你們兩個都在剪冷笑話 有學起來嗎 有 千金股 要勵志 勵志成為美女好不好 千金 有沒有叫你小千金啊 美女啊 美女友啊 美女友啊 美女喔 就我 美女 她是妹妹啊 真的嗎 有人叫你妹妹嗎 你吃這一套嗎 我還好 你還好 沒關係 大部分女生都喜歡聽這些好話啦 好 我們來看下個怎麼樣 熱門我醉天 南店生科 金老師 其實我也蠻喜歡聽那些好話的 那便當店老闆都跟我講帥哥 所以我其實也蠻開心的啦 你蠻開心的 好啦 南店的部分他做那個 台塑集團ABF載本 這樣我就不會開心 為什麼 講事實就蠻開心的 沒有啦 你叫的啦 好啦 那ChatGPT的部分 也帶動載本的需求持續提高 那因為呢 ChatGPT你知道他高速運算 高速運算的話都需要先進製程 那在南店這塊布局已經布局到5奈米製程了 那他未來持續供4奈米 供3奈米 就有機會帶動他的營收獲利持續跟著放大 而且去年啊 他股價已經跌很慘了 那你看最近來講你從技術型態來看 他就在大概255到270塊區間震盪之後 昨天收盤價再創新高 今天呢果然又跳空向上 那所以呢這個多頭短多的格局呢 是沒有改變的 我覺得這幾天呢 有機會持續再向上墊高 大家可以去留一下南店 而且同族群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觀察 欣欣跟景座其實表現也不錯 所以呢我覺得南店是值得大家期待的 那再來深刻的部分 南店走勢不錯喔 像之前大摩一直在看空 我們有講過嘛對不對 對啊 有一期特別講說大摩一直看空窄版啊 然後南店的不錯啊 對啊 南店名就不錯看空什麼快笑死了對不對 對啊故意的 好拉遠一點點 欸不是故意的 不專業啊太多了太多了 欸 在這邊缺口 那時候航空有沒有 跳空缺口下去了 嗯 結果你看你一聽他的話 你反而是要反向做多 算翻了齁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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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斯克的SpaceX 其實啊 深刻他的產品 除了打入馬斯克SpaceX之外 他也打入了美國第二大的電信公司T-Mobile 所以呢 未來呢他的衛星相關的產品 會持續放量出貨 再加上年底啊 我們的那個鴻海 也要把他的低軌道衛星給打上去了 所以我覺得在利多題材的帶動之下 深刻有機會跟著水漲船高 跟著繼續向上 好 深刻水漲船高 好 買到讓吉林老師 讓各位夜夜深刻 好 深刻 下一打艾遜跟材料KY 好 這兩股票是比較冷門 我比較少聽過 不會不會 應該說這是熱門的題材 那熱門題材裡面 比較冷門一點的股票 好 就是說還沒有被發覺到的 對那其實說 3088的艾遜他主要就是做工業電腦 那工業電腦同族群當然說 比較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 立端啦安晴這些 那其實也會說艾遜這兩股票 就是說 他主要也是做一些資安相關的IPC 就工業電腦 那我們之前有提過 因為說 在AI時代來臨 所謂的資訊安全 這一塊會變得說非常的重要 對那重點是說 艾遜他在今年的預估EPS 大概是可以到8到9塊錢以上 對那目前的股價是在80元以下 算是一個本益比不到10倍 很便宜的價位 對我覺得是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好是艾遜喔是 對 那個基本面你覺得今年 有沒有有辦法獲利的成長 今天有辦法 因為說以今年來講 預估的EPS就是8到9塊嘛 那是比去年還要來的再往上成長 8到9塊也在成長 就差不多不到10倍本益比了 對 看現在的股票來 好 那現在的股票是材料KY 材料KY它也算是 應該說 材料KY它跟近期蠻熱門的 東哥遊艇有點類似 就是說它的產品是 偏向寡占接近獨占 為什麼 因為說材料KY它 它是做所謂的菸絲 對那個香菸的菸絲 對那它算是全球很大的 香菸的菸絲 香菸裡面的那種綠嘴的菸絲 我們有炒煙草嗎 對就是煙草那種東西 對但是這個東西它是很寡占 所以它的訂單不會被搶 那重點是 因為說一些國際上的法規 所以讓材料在今年的 在手訂單是非常的漂亮 那因為說它寡占的特性 所以本益比可以拉到比較高 那今年的預估EPS 大約是28到30元左右 那目前的本益比 其實也就10倍出頭 對算是說向上都還有空間 向上還有空間 這坤老師講的測量檔股票 韋太老師你好 熊絲和威風 又熊絲的又威風的 威風再起你就像一個熊絲一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這一個普發6000塊錢的 一個消息出來 所以導致非常多的內需 或者是解封題材的個股 在經過股價修正之後 今天又出現轉強 那包括像熊絲包括像網品 都有類似這樣子的情況發生 那特別幫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熊絲的部分 因為熊絲 它有轉投資一家 子公司叫呂天下 那這家公司呢 它最主要是在做這個 所謂透過在地的小型旅行社的加盟 它有點是形成另外一種 所謂小型旅行社的一個平台 那麼這個呂天下 是大概百分之五十八的一個吃股 所以其實接下來 如果說它能夠往上去做一個掛牌的話 那我想熊絲它應該是有機會 因為這樣子而母一只貴 那近期的股價看起來是沿著這個 所謂季線緩覆往上做這個墊高 所以我覺得有拉軌還是可以特別做留意 好這熊絲這兩個股票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檔 威風電 好威風電走 其實剛剛這個機哥 他有特別提到就是高速運算相關的一個題材 當然其實威風電也是有類似相關的題材 那麼比較值得留意的是說 他之前也曾經是我心目中啊 很有機會去挑戰千金的一檔個股 那這一波拉回 Are you serious? 現在256耶 當時 籌碼蠻漂亮的啦 對沒錯 當時他剛跨牌的時候 因為他的籌碼相對的比較集中 再加上也有所謂高速運算的一個題材 以前625耶 看起來有機會 對對對 那當然在過去這一年 當然營收衰退的就是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最近可以發現到投信已經開始恢復他的買超 也許兩天站在這個買方 所以使得他的一個股價又突破了低檔的盤整區 目前看起來的群線出現多頭排列 所以有拉回的話可以特別做留意 好拉回的話是特別留意 好不好謝謝老師 那我們看下個單元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請 請帥哥坤真老師第一 NVIDIA 點股曾經 哇雲端車用IC設計 全部都噴出真的假的 是NVIDIA自己那麼厲害 感覺他動作平平耶 對那因為說 NVIDIA很多人會覺得說 因為他近期已經漲接近是80% 哇賽 對那大家其實對於說一項新的產品 新的技術要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不要去覺得他已經漲太多 也不要去覺得他的本益比已經過高 那算不出來 對算不出來 因為說當一項技術剛剛開始在發展 其實本益比到個 甚至說100到200倍都是合理 對因為說像 老師那怎麼辦 就隨便買的不要放 不要走 不要爆 這個技術分析為輔助還怎麼樣 我覺得說就是技術分析為輔助 那或是說用一些同業的比價效應 等一下我們會講 好 就像當時的Tesla 來看一下好 老師你先講 好 那其實說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 老師現在Tesla沒關係 不好意思我插贏的話 Tesla怎麼樣 好就是說像當時的Tesla 他其實也是拉到一個 非常非常誇張的本益比 那因為說那時候電動車剛推出來 對所以我覺得說 這一次的AI其實 就有一點點算是一個全新的 全新的世代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每次說 好整個景氣循環 那就是說景氣從 算是說景氣比較差到景氣好 這樣子的循環 他都一定會有一個經濟推升的主要 不要動能 對 那像是在2001年 網路 發展 網路剛發展 不好意思 這我就比較沒影像 2001年我剛出生不久 我也是還沒出生 我也是還沒出生 還沒出生就誇張了 好 那現在200... 我臉就生起來 生出來就老成了 我剛忘了講 就是我... 媽生出來第一眼看到我就嚇到了 什麼長這樣 過30年後老的蛋 剛出生又長這樣 對對對 好 好那... 2005年的話就是房市大多頭嘛 那房市大多頭其實 它就比較沒有什麼相關的受惠股票 那大家可以發現到像2009年 當時就是... 老師你講這些東西是什麼意思 你可不可以從這個我們國發會來這邊整個來講一下 每一次景氣循環它有一個推升的動力 對就是說... 有到低點是不是 我直接講重點就是說 每一次景氣的循環 從可能說景氣的藍燈 那變到景氣的紅燈 它都會有一個主要的經濟動能去推升 對那這個景氣主要的 因為說這一次目前我們台灣的景氣炫耀燈還在藍燈 對那可能說 預計啦國發會是預計說可能說 在4月或是說5月最快就會開始落底 那從這一次的... 因為藍燈不管再怎麼樣 它總是會回到什麼藍黃 然後再來到一直到紅燈嘛 就往上發展 那預計說這一次從藍燈這樣往上去發展 靠的就是AI相關的一些技術 對 所以 像這一次 這一次2023年的4月份 那就是主要的經濟動能就來自於AI機器人 或是說一些聊天機器人這一塊 對那我就說 以今年或是說以近三年 大家都要持續去留意AI相關的一些股票 因為說每一次只要有一個全新的產業 開始要出現一個比較爆發式的成長 其實從剛剛提到的千金股 就可以看出來 對那以目前... 因為目前台股是10千金嘛 那10千金裡面其實就有至少至超過5檔的股票 它是跟AI有關係 對包含說信華 那創意、世新、力旺 對這些都是跟AI有關 那其實光是從這個現象就可以知道說 在接下來至少3到5年 那就是一個大AI的天下 大AI的天下 好讓我們解釋一下這幾次好不好 一個景區循環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對啊稍微講一下 2014年就是那時候網路 2014到2015是什麼時候 我們看一下 那個房市的一個大多頭 是不是 然後老師你順便講一下這邊 對就是說從2005年 一直到2008年 這一次的大多頭 它就是整個房市的高峰 對其實說這張圖 主要是要讓大家說 從每一次的低點到每一次的高點 它都會有一個主要的產業 所以你覺得台灣股市接下一個大多頭 真的上2萬點 是靠AI囉 對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靠印鈔票囉 不是 是靠AI 靠AI好 AI機器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AI機器 我們拉遠一點點先看一下這個整個全圖 好不好 所以這一次看起來 這放大 這是什麼 這是景氣高峰第15次 今天結束了嘛 現在藍燈了 準備要開始了 因為我覺得說其實 第16次了 國發會他說台灣景氣歷史 自從研究以來 總共有15次的一個景氣循環 對對對 那這一次就剛好是從谷底要開始向上返洋 對所以我覺得是蠻難得的一次機會 好 希望如此 希望剩2萬點 讓大家看一下 好 那當然說剛剛有提到說 這一次的景氣循環的帶動 會落在AI身上 那尤其是近期像是NVIDIA 它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熱啦 然後它有推出很多新的技術 那今天主要就是說 好 那NVIDIA推出這個新技術 對於可能說台積電 那或是說其他一些晶片相關 到底會有怎麼樣的影響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NVIDIA它最新的一些開發者套件 那主要的重點就在於說 它的運算的效能 那跟它的一些功率都比較好 那我們上次也有提過 就是說一些最新的功能 它是有辦法 做成一個比較算是深層式的AI 它可以揭取你的影像 然後再把它轉換成 可能說文字上的知識 我這樣舉例 就像說 我們在之後可能說 可以去拍衣櫃 拍衣櫃然後 拍裡面有什麼衣服 然後就 穿上去 它就會告訴你說 你今天可能要怎麼去穿大 就類似這樣子的感覺 真厲害喔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啦 方便 對 對 那很方便喔 就穿衣服 那體態也要穿喔 那我要Naked嗎 我要裸體給他看嗎 不然他不知道我實際的身材是什麼 是不用 是不用 哇厲害 這個機器人會裸飾我的身材喔 沒有 那我要買一台 沒有只要輸入就好 輸入身高體重 因為如此啦 你早講嘛 那我充滿了期待 對 那當然說 除了跟他所提到的 就是一些影像深層啦 或是說大 比較大型的語言模型 還有像是說 AVIDIA它也有去跟比亞迪合作 因為說 在接下來 因為說如果說電動車這一塊要普及化的話 他勢必也是需要靠一些AI的人工智慧 因為說 他可以去可能說幫忙超車啦 或是說偵測疲勞駕駛之類的這種東西 對 所以你有沒有想 可是手再晃一下 可能就知道了 對對對 因為說 他們現在會配合說 就是人臉辨識系統 那搞不好說 之後就是前面放一顆鏡頭 那偵測你的臉部 這很累 很恐怖 真的會這樣 那如果說 不能閉眼睛 臉上有一些疲態的話 他可能就會強制 停止或是說 自動開到旁邊之類的 對 那我覺得說 這樣一定會減少說 交通事故的發生 會大大的降低 這是好事 如果要偵測到 奇怪為什麼是背部對著你怎麼辦 那 那是不是有人就是騎上來了 對 他也會開到旁邊 等你結束 他就會把你開完面等結束嘛對不對 我要多個 多個 多個 監視器好像不太好 我覺得老師怎樣 怎麼了 你有什麼經驗你說 這個不是經驗 我只說這個夢想應該還有一點距離 還有一點距離 還有一個時間 可是老師是不是有夢想股票又會噴 對對對 因為說 其實齁 在股要市場裡面 最好賺的 絕對是一個預期行李 不是等它實現了 而是說 在這件事情 還沒有正式發生前的一個預期行李 而且其實這件事情正在發生啦 說實話 現在正在嘛 缺GPT什麼 真的有一個 有一個階段性的一個成長嘛 對對對 可是它階段性成長 你說整個靈活運用 三葉模式 嗯?大家好像還在探討 對 可不管股下見噴再說 對啊對啊 這以後會不會實現 會啊 2000年就網路泡沫嘛 動載也是100倍200倍啊 對啊 老師你不知道沒關係 因為我有聽我長輩講 2000年的時候網路泡沫 因為我長輩剛好叫韋太 喔韋太啊 什麼 不是 2000年的時候只要叫Dakkan 對 Dakkan 然後什麼什麼資訊 改個名字 就噴了 有個Dakkan的名字 就真的真的真的沒騙你 就100倍 韋太老師真的沒錯吧 那時候噴 那很多人說網路泡沫 可是你說網路真的泡沫嗎 的確它股價泡沫 可是它產業是蓬勃發展的 對對對 以前網路大家 2000年的時候你可能還不需要那麼網路 你可能網路的時候 你覺得你要上網 你要去圖書館 你要網咖 要網咖一定要去上網 現在不是網路無所不在啊 對啊 所以網路股價是有泡沫 那是因為那時候漲100倍200倍 可是網路的確一直在前進 在進步中啊 老師 對 所以像現在 你網路泡沫的那個經驗 那時候在你還在年輕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 我還沒有這麼早進入股票市場 但是我投資那個時候叫做 富蘭克林高科紀理黨基金 OK 那個時候其實也是在後段 就是你剛剛說的那個網路泡沫之前 後面那個所謂噴出的那一段 那個也是大概在一季的一個時間 大概就可以 連基金喔 基金都可以漲20% 對 那當然就太過度的一個這個 所謂高度噴出之後 大概後面的修正也就很恐怖 好 老師啊 老師NVIDIA咱們是80啦 今年是不是 對 對所以 好誇張 那大家就是說千萬不要去覺得 NVIDIA講80%好像已經太多分 也比太高怎麼樣 因為它是一個全新的技術 所以它沒有所謂的上限 你說還有沒有可能再漲到177%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好 這找你播重播 老師我們看右邊來 好 那當然說NVIDIA的技術跟台積電 一定也有特別的關係嘛 因為它有 NVIDIA有推出新的一個韓式庫 那這個東西主要就是說 它可以大幅度的去加速晶圓的製程 反過來 它需要台積電 反過來我幫你台積電 這個加速你的晶圓代工 我覺得說這個東西應該是相輔相成的 對 就是說台積電需要這項技術 因為我晶圓製程的時候 我也是需要一些軟體計算 也需要一些人工智慧來去幫你算一下 對 有種不可能你說你製造是關照 你自己用手寫然後用手磕 對不對 不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老師那個美女Coco 有問題問你 老師我有問題 對 老師NVIDIA跟台積電合作 那這樣台積電跟三星還有Intel的距離 會不會拉到外太空去 對 其實說這個東西是很多人在好奇 對 它跟台積電合作 它沒跟那個喔 三星 但是我必須要這樣講 其實 當NVIDIA推出了這一項的技術 那你說台積電會 因為目前台積電跟三星 大約是落差兩年嘛 兩年的技術門檻 那會不會這個差距會拉得更大 其實坦白講應該是不會 對 那反而會 反而會讓台積電出現一點點的威脅 就是說為什麼 三星它可能會更容易去超車台積電 為什麼 那重點就在於最底下的這個光照 對 光照盒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說 只要台積電推出這 使用這項技術 對 它的一些生產周期就會大幅度的降低 是 尤其是EUV及紫外光這部分 它的這個交期就會減短 那大家要知道說 之前為什麼台積電 它能夠超越三星超越足足兩年以上 就是因為EUV光照盒它的交期太長 對 等於說它的交期至少要一年到一年半才做得出來 所以 當艾斯摩爾生產不出這個東西 就算三星有錢想超車也超不了 就是說它拿不到 對 但是如果說現在NVIDIA推出這項技術 那它可以大幅度加快艾斯摩爾它 生產出光照的速度的話 就代表說有可能會出現 三星有錢它就可以直接取得更大量的光照 所以有事情反而覺得是不好 我覺得說 所以說這個東西是一個雙面刃 我懂 加速台積電的成長 可是也拉近彼此的距離 對 因為說不可能說只有台積電在一直成長 那三星完全不去採用這項技術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 好老師那這個什麼 CALISO CALISO 這個我也不太會唸 CAL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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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怎樣 使用錢使用 老師差最多好像電力 對 其實說 35兆 大家要知道說 先進製程它有 先進製程的缺點就是它非常耗電 而且它又非常 非常的不環保 它會生產出很多的耗材 所以如果說運用這項新技術 其實會大幅度降低 對於整個地球環境的損耗 那我覺得說最大最大的重點是在於說 它的算力可以有非常大幅度的提升 因為大家知道說 先進製程這個東西 越低的奈米它所需要的這個體積會越來越小 那它需要更高階的顯景技術 那更高階的顯景技術 它就是要越高的算力 所以當算力提升 那台積電就會更輕易的前往說 2奈米甚至說1奈米這樣的進度下去做發展 好 那這些都不錯 未來的發展都如虎如荼 那除了這以外 AI的概念 老師我們順便看一下 好 來 那當然說其實 以今天整個盤面上來講 都是落在說 AVIDIA相關 或是說像是伺服器 對 還有一些散熱片 那像是齊鴻 齊鴻它主要就是散熱裡面的 因為說今天很多的散熱族群 都開始在往上去做 為什麼需要散熱 因為晶片需要的數量很大 對 晶片像是CPU GPU 它都需要散熱 那伺服器它也需要散熱 但是大家要特別去留意 就是說 以整個散熱族群來講 盡量去挑選說 在伺服器散熱佔比高的股票 伺服器散熱 因為你比如說像GPT 你問他問題 你在手機上 你問他問題 那其實他都要在雲端上運算 對不對 告訴你答案 好這些股票我們簡短來說一下 兩檔股票好不好 好 那當然就是 加登以前很牛皮耶 對 加登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加登 那為什麼會說加登 就是因為光照盒 光照盒它的 因為 之前就是因為光照盒 它生產週期太長 所以就算它接到非常多的訂單 但是它也產不出來 那如果說現在光照的生產週期縮短的話 對於加登它是比較有利 對 那它明年的預估EPS 大約是可以到25元以上 那目前的股價其實不算貴喔 因為說25元 那給 因為它算是寡讚 給個15倍的本益比 其實 上400元是蠻有機會的 是 那16倍就是剛好400元了 好不好 16倍本益比就是400元 是之前它沒有取得那個艾斯摩爾認證 沒有嗎對不對 之前算是說正在跑那個流程 可是現在正是取得認證 說不定贏之後就有機會灌單下去了 來檢討看下一檔國票老師 那再來是訓練 訓練主要它是做 剛剛所提到的 期待選嘛對不對 不一樣 不一樣 對不起 期待選 期待選是那個臉 另外一個臉 耳朵耳字旁的那個臉 我知道 沒有我怕他們聽不懂 開玩笑開玩笑 好你繼續說 好那這一檔訓練 它是做就是一些 AI生成相關的一些 影像相關的 那最主要是說 它也是在AI未來很重要的技術 那今年的預估EPS 大約是4到5塊錢左右 那4到5塊錢左右 其實目前的本益比大約是落在 16到18倍的之間而已 那跟他們同族群的 像是貝利 林群 像比起來 它的位階算是還蠻低的 對 所以它是還有在鄉上的空間 你說生成事圖現在什麼意思 就是說 像是 就像剛剛提到的 照片 對 對 可是現在不是一般Google 隨便一個圖片 它都可以解讀嗎 當然說如果說之後 要跟AI去做結合的話 它需要更精細 你認識解讀題片 等解讀完畢以後 然後到真正到 到一個連結 它可能要寫很多程式怎麼樣 對 好那我知道 謝老師去年我想起來了 威力導演嘛 對 就威力導演 很多生日 宴會 未結婚 都是用這套軟體 一般 非專業性的用AE 不專業性用那個 欸 難貴 你好 老師你好 不專業性的用那個 用威力導演 比較不專業的 可是也都蠻專業的 好不好 對 所以覺得我們節目很精彩 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好不好 記得一定要喔 最近點閱率蠻好的 所以大家其實都看到我們努力 最專業的節目 如果覺得我們是最專業的節目 要訂閱我們頻道 也沒有什麼業配 實物一樣 都是講實在的話 我們都是追蹤 那股票也都盡量都是 有價有價的股票 也歡迎你 有問題的話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底下留言 最後還 每週一到最後晚間怎樣 8點上線 1350減盤影片 24次教學影片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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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郁凱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 流星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人家 二月一周 瘋狂股市福利社 先到 開始想打 瘋狂股市福利社 哇 這嘴巴好厲害哦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才是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 你會好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沙滴的經驗真的痛 黑揚季 我確實貌勵 我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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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實在打到 你很害怕 我好害怕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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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让你的财富 费费费费